一哥哥 这可是安然姐姐 给你们订婚准备的红酒 我们喝 他就是个土豹 一股的穷酸味 他懂个屁 哎呀 要不要一起玩啊 好呀 你有没有玩过玛丽奥啊 什么意思啊 你还认真的是吧 楚义 要么退婚要么决于你自己选 哎 老给你脸了是吧 哥连工作都没有了垃圾背 碰到我楚义是你的福气 给我退婚哈哈哈哈 真上人 小小大大 家 小小大大人 好 我成全了 这 安然 你这个剑轮 我又是一 臭包子 老娘可是深天之道的全境 没阳光的臭渣男 刚才就直接应该把你 这个 我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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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力气有点大 他把你 笑 好痛 小小姐呢 山晰晰 我的男生 男生 再把この学生 把 iOS 回来 收ข 哎你看這孩子小時候啊 跟你一模一樣 小朋友你怎麼一個人在這 你的爸爸媽媽呢 真可惜 要是你的孩子就好了 奇怪明明第一次見 卻遵用一種很熟悉的感覺 哈哈 走吧 你怎麼擋啊 眼皮子底下差點把我的希希寶貝給弄丟了 媽你聽我解釋這事兒他就是個意外 啊 閉嘴 希希不能回用爸爸這幾天 我帶希希出國參加交流會 你給他找一個回來 這我上哪兒去找啊 這我不管 要不你去找找 希希的親生父親 新生父親 啊 啊 鴨子先生 我跟你催生我已經活過了 這是你的父母費 江湖再不見 啊 你老人家放心 我一定給希希找一個靠谷的店 陳助理面試的人為什麼現在還沒有到 來 啊 你可害我 如果我見不到人的話 就不用讓他來了 啊 嗯 沒想到您還好這口呀 那個我沒什麼經驗 我就是想找個人領證給孩子找個爹 鄉里村太緊了 什麼 有什麼賬 你現在三天的人出生貨了 我現在都去業了什麼 哎 那個 不好意思啊 我以為你是我的相親對象 我表現你 這咖啡不行了 我我先走了 公園買單 葉景黎32歲未婚 家裡有一個老母親還有一個妹妹 家風寵不補正舍舖了 最近我也在對家裡未婚 你看要是可以的話 我們就把證明了 啊 啊 來兩位再靠近一點 方便問一下 你女兒的爸爸去哪了嗎 死了 啊 兩位來看鏡頭 來三二一 我今天要去新公司辦入職 還得回家取資料 那咱們 下次見 好 好 哎 葉總 你怎麼跑這兒了 剛剛那女人誰啊 是來給我領證的 你結婚了 去幫我找一套房子 不要太張揚 夠三個人住就可以了 對了 兒童房裡一定要有人光 最好附近能有一些遊樂設施 夫人懷孕了 恭喜葉總 孩子五歲了 五歲 不不 葉總 你藏得也太深了 我這跟著你身邊這麼多年 都不知道啊 孩子不是我的 什麼 葉總 這老夫人 接受你娶一個 帶孩子的女人嗎 而且還有情侶小姐 他要是知道了 那不得 最近阿拉善有一個給宣傳達次的項目 葉總 我再多問一句啊 這萬一 他是別的公司排來的間諜到時候 你不就 我相信他 我也相信 你來救救我 你來救救我 我跟你聯繫 我現在救救你 過來 謝謝 秘密收購夫人入職的公司 讓公司的高層 給他辦入職宴會 不要抱了我的身份 這次 我要把最好的都給他 嗯 你們想幹什麼呀 喲 神男美女 怎麼臉色那麼差呀 我堂堂盛天集團的千金 不在自己公司當總裁 為什麼要去一個小公司當什麼設計師啊 在自己家的公司怎麼能指定我的時間 你說什麼 啊 沒什麼沒什麼媽 哎呀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說了 我今天還要去參加新公司的入職宴會呢 我先掛了啊 拜拜拜拜拜拜 對了老李 你回去告訴我媽 不要讓他打著收穫公司的名義來給我 我要用我自己的勢力向他證明 是啊 天哪 不愧是世界排名前三的瑞豪山莊 這也太豪華了吧 我可得好好把握機會 說不定能在裡面認識幾個大老闆 哎 退後告訴你啊 今天這場宴會是總裁 專門未來公司入職考察的夫人舉辦 真的夫人在哪 我可得好好巴掌 啊 周永兒 沈安然 你也是來參加見會的 看來紅海還真是落寞了 什麼垃圾都能進來 垃圾 也就是说你也是垃圾喽 贱人 你竟然敢骂我 你们两位是新来的设计师吧 我是设计部的经理 姓李 这位是你们的组长诺兰 想必两位应该知道 我们公司要被收购的消息 我又不是答应过 我说好的不收购了吗 夫人 您放心 这里没有外人 我们 不会把您的身份泄露出去的 夫人 您应该还不知道吧 夜市收购了我们公司 今天的这一场入职宴会 就是总裁 专门为夫人您准备的 看来这个总裁夫人没露过面 就送上了一个机会 不要 低调一点 先别暴露我的身份 不然我后续的工作怎么开展 夫人知道您失分的人不多 有什么事 您千万可别客气啊 还真有一件事 把我旁边这个穷酸的女人 开掉吧 你凭什么开除我 对对对 我觉得夫人说的没错 有些土包子站在这里就已经玷污了公司的形象 实相点还是赶紧滚吧 没错 像你这种沾满醇酸味的女人 是不配借我红海 我只是帮我家那位清理门户而已 不行 要是现在走了 不就更没办法证明我的实力了吗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公司的官网上有总裁的专属热线 我倒是想问一下 世强凌弱 欺贫铁富 是不是叶氏集团的行事风格呢 嗯 夫人 这可是今天总裁专门为您准备的入职宴会呢 这事情闹大了恐怕不太好收场 要不还是算了吧 也是 如果最后发现我的真实身份 那岂不是坏了我的记忆 对不起 路上堵车我来晚了 我是设计部的助理 乔天晶 晶晶 今天这么隆重的场合 你就穿成这样过来 吃手鲜 算了吧 比沈安然这个土包子强太多了 安然姐 你这条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璀璨之夜吗 就是那个十年前在澳大利亚的私人拍 拜晚会上 被匿名买价买走了千万级宝石项链 当然了 因为那个匿名买价就是我呀 听说今天总裁夫人要来 难道您就是总裁夫人 还真这样 一眼就瞎了吧 这个土包子 怎么可能买得起千万级的宝石项链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才是我们的总裁夫人 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清楚 这跟某些拼兮兮买九块九项链的女人 可不是一个等级的 你说她是假的 不是吧 不是吧 沈恩人 眼着眼着 还真把自己当豪门千金了 哎呀 不过你这项链 就算是真的 只怕也是租来的吧 哎呀 哎呀呀呀呀 我这个耳朵不知道最近是怎么回事 总是能听见狗叫 你们听见了吗 傻人 你竟敢这样对夫人说话 行 把你的妖心卡撕碎 我看你还怎么进去 好好在外面反省反省吧 幼稚的男性 这瑞豪山庄可是我妈妈送我的陈人礼 我想进就进了 这相声太高调了 不能暴露自己的身边 他以为这瑞豪山庄是他想进就能进的 我倒是要看看 他怎么样在宝恩面前出镜要行 你们睡豪山庄不是一下要凭邀请卡进入 这个女人你检查了吗 那不是老板吗 他的身份不用检查 哦 我明白了 你跟他认识是不是 你该不会跟他有奸情吧 不然 为什么会对他那么包裹 你在胡说什么 这么闹 你是被我们说中了 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如果再说这种话 我就赶你们出去了 我们可是你们酒店 邀请来的客人 没有眼镜的东西 赶紧让我进去 请进吧 另外 刚刚进去那位请你们不要招惹 不然 没你们好过的吃 这个沈安然 还真是到处撒欢的各位们 居然让一个保安就对我们这么无礼 夫人 沈安然那种贱人不知道您生气的 呀 你们怎么走路的 撞到人了 这幅画可是夜市总裁送给夫人的礼物 他的边方是由千年黄梨木所致 造价过百万 你个不长眼 万一把他刮花了 把你卖了你都赔不起 夜市总裁送给夫人的礼物 那不就是送给您的吗 夫人 总裁对您可真好 千万的话做说送就送 夫人 这幅画光看边框就这么奢华 画作肯定更加精细 我刚刚还看到了大师王文道的印章 那可是国宴都不一定能请到的人物 怎么好像不认识你 一群下人而已不认识我 也是正常的 我就是夜市总裁的夫人 这是我老公送给我的礼物 还不赶紧让开 沈安然 这不是总裁送给夫人的礼物吗 为什么上面换的是沈安然 哎难道说总裁夫人是 你看 这不会是老妈给我准备的生日礼物吧 啊完了完了万一被发现了真实身份 我在这个公司就待不下去了 这其实是那个 什么拿错了好的好的我现在就过去 搞错了 他们他们在失语 真是干啥啥不行这都能被发现 谢总好不容易请王大师出山 给夫人画的画像 拍下了 哎呦 同时他换个点起吧 我就知道 沈安然这个土包子怎么可能会是 早代夫人 肯定是下人们把东西搞火 胡说八道 一个穷鬼 还学上流人士给自己搞这么浓重的 我看呀 就是想在我面前显摆呗 可惜 骨子里的背剑是改不掉的 再装也没用 无可救药 你们是不是对艾然有什么误解啊 他看起来不像是那样的人 啊 陶晶晶 你怎么老帮沈安然这个贱人说话 我告诉你 在公司你要是站错了队 下场有你好看 木兰 你别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喜欢当个舔狗 你没事吧 没事 这没说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玉总 说是在演会里面被欺负了 什么 我现在马上过去 哎呦 真是不好意思 我脚崴了一下 不过 你穿成这样 等会该不好参加宴会了 啊 啊 小然然 你疯了是不是来一下 把他给我赶出去 沈安然 你竟然干嘛红酒泼在夫人的身上 你不想活了吧 你真是一群看人下菜 难道你们就没长眼睛看见 是他先泼的我吗 看见了又能 就你那种便宜过 嘴边沈安路边他买一个不就行了吗 沈安然 你这种货色 把你卖了都赔不起夫人的衣服 好了好了 这马上开始了 自己再给我送一件过来 沈安然 红海的宴会 是什么下三流的聚会 最好给我换一身合适的机会 真的叫保安把你赶出去 不劳你费心 那门可就不等了 哼当你做完衣服回来 会不会可能就吃完了 安然我陪你去吧 没事我自己能处理吧 怎么办 要么处理下来你们的 不着急 先帮夫人找一身合身的衣服过来 吃货完是无聊的小板子 电话快开始了 得说怎么还得到啊 进 小姐这是由于客人送你的 谢谢 风哥 你怎么才买呀 你东西要的这么着急 我不得出去买这一件高房 你可花的我不是 别忘了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我一定好好伺候你 我还能处理下来 哇不愧是夫人这也太美了呀 是啊 刚才还看不出来 现在这么一看 简直把闪然秒的扎都不胜 对 您穿的难道 您穿的难道就是今年 卡尔拉格手工线的买礼服吗 听说价格要八位数呢 是啊 好多明月太太抢都抢不到 没想到我们这么幸运 能在夫人这里大保衍服 是啊 这么高贵的礼服 我估计整个江潮也吵不出来第二件了吧 我都跟我老公说不用了 是他非要买 哎没办法 谁让他这么宠我呢 只要我喜欢什么呀 他都非买不可的 没想到就想做仿做假 后还挺别真 真是一群没见过失业的肺 啥然呢 不愧是吓得不敢出来了吧 阿然你穿这个真漂亮 我们来给你啊 有些人啊 真是没钱还爱装逼 买不起正品 还喜欢出风头 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有些人买不起穿访货这没什么 可是有些人自己穿着假的 却说别人的也是假的 这就有点确定了 我说的是你 咱俩站在这 谁穿真的谁穿假的 一眼就能看出来 就是沈然 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八位数的礼服 是你一个穷算鬼能买得起的 沈然 隔壁有家服装店打折 你赶紧把你这身衣服我换下来 烧给我们部门丢脸 周云儿 你还是先把你裙边的线头捡一件 你懂什么 这是大师手工做出来的 有线头很正常 像你这种工厂机器做出来的高仿A货 才会什么都没有 就是 你一个月入四位数的土包子 哪里懂这些 这可是总裁夫人 怎么可能会穿假货 沈然 赶紧把你这身衣服我脱下来 然后再向夫人道歉 这件事就做完了 不是 你们都是被他下鼓的吗 那这样 卡尔拉格的私人定制有一个习惯 这是很多仿A货都不知道的 他们呀 会在裙子的某一侧 红制一个爱心形状的刺绣 周云儿 你敢不敢 让大家看看 夫人就给这个土包子看一看 好让他彻底死了这条鞋 这个竟然哪知道你这些 周云儿 快让大家看看呀 嗯 没找到刺绣夫人您不会是被骗了吧 不可能一定是沈安然 他自己穿假货还要诬陷我的是假的 你的脸皮可真是厚啊 被我说中了吧 有本事也把标签给大家看看呀 是啊傻人 你诬陷夫人有本事就拿针着来呗 金金你来 我说什么果然没有吧 傻人 这 这怎么可能 还真有 我就说吗 时尚新闻报道了 因为卡尔大师年龄大了 所以今年的私人定制 有一部分是助力不能完成的 所以只有少量的几件才有手工刺绣 但并不能代表没有刺绣的就是假的 都说了这款是很难抢 有些人心虚穿假货 还要把脏水拖到别人身上 你 好了好了 大家今天是来聚会的 都坐下来吃饭吧 我们都被沈安然给带跑偏了 怎么能质疑夫人呢 山将独怕影子鞋 我作为总裁夫人懒得跟他尽叫 对了沈安然 我听说你结婚了 怎么 叫你把你老公带来呀 我老公忙来不了 我看不是忙 是因为太丑了拿不出手 不好意思带出来见人吧 哎呀好了好了诺来 你以为谁的老公都像你家老公一样 是个大律师需要执政一样 当然也得有像安然老公这样 月薪三千送外卖 讲垃圾的废物喽 月薪三千 我家狗一个月的零食都不止三千呢 沈安然 要不你把你的废物老公叫来 我问我老公有没有什么保安之类的工作 给他安排一个一个月嘛 就三千 沈安然 你还不赶快谢谢总裁夫人 我不需要 你不需要 沈安然 你老公一个月赚几个钱呀 就你这样 估计应该是个又老又丑又废物的三无男人吧 就算你老公再优秀 那也不能跟夜市集团的总裁相比呀 一个是高高在上 无数女人的梦中对象 一个是拿不出手藏着掖着的垃圾废物 这之所以藏着掖着呀 他老公应该是个丑八怪吧 他才不是沈安然 你哪来的什么 你有本事 你把你老公叫来给大家看一看眼呀 我感觉到有人需要我随伙就来了 艾燕姐 你老公可真帅啊 怪不得你天天说他没空 要是我有这么帅的老公 我也不让他们见 哎呀 来都来了 介绍一下吧 这是我老公 信叶 请问叶先生 在哪高救啊 我家里呢就是做一些小生意的 原来就是个穷酸的个体货 长得这么好看 不会是做皮肉生意 可你们看他的手表 这可是北达利的中间纪念款 这块表都能顶上失去一栋楼了 静静 你还没看明白呀 这一个被窝 睡不出来两种人 一个穿假货 一个戴假表 绝配呀 你们 听说您的男朋友是国际知名的律师 王硕 当然 他名下的律师事务所 和夜市集团可是有深度合作 不过像你这种人就别想 经家荡斩也不一定能请得起他 可以了聚餐本是维系同事之间的关系 但我看大家好像都没有这个意思 那不好意思 我们先走 别着急走啊 等会诺兰的男朋友叫你 知道你不带着你老公 巴结巴结 就是说不定以后还能帮你们打打 离婚官司是什么 你说什么 干嘛 约到夜走了 哈哈 好 好 我保证 一定把叶总啊 伺候的叔叔 打他同意 咱们合作 哎 放心啊 我一定好好表现 你再说一遍 说 你们要是离婚的吗 然然你疯了吗 你敢打我 闭上你的臭嘴 我扔你很久了 谁谁呀 我 可算是来了 再不来 我都要被那个小贱人打死了 嗯 贱人就是欠收拾 啊 敢动你去试试 那两个知道我是谁吗 现在 对我跪下来道歉可三个想同 我让你们把老体坐穿 哎呀 我好害怕呀 那还不快跪下 沈然 我劝你跟你老公还是赶快跪下 王律师的业务能力 可是业界出了名的 就没有他打不赢的官司 让你们坐牢 那都是人权中的事 事情闹大了 只会对你们不好 我让你老公跪下 给你打个样子做个示范啊 哈哈哈哈 你等着 我要告诉你 马上给我老婆道歉 不然 我让你的公司在全江城消失 你和你老公 打他口气 你少在这给我上也霸道总裁的戏码 我我告诉你啊 你你抱上自己的名号 宝宝 你别被他给唬住了 他就是个做小生意的 而且还是过那个的 本来想让你帮他介绍介绍工作 结果你看他们 真是贱人想不了 哦 原来 你是当鸭子的呀 啊 你知道吗 我平时吃饭呀 最爱吃鸭子了 这样 你让我呀 享受享受 这样 我就放了你俩 哈哈哈放开你的脏手 还没下去 半小时之内 我要听到我说公司不上的消息 哎不是你装什么装呀 龚总的公司可是马上要与夜市公司合作的头号公司 岂就是你说破产就破产了 妈了 什么 公司破产了 你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他就是个小职员 怎么可能有这么大本事啊 经理 这是你做的 是 我说 岳阳老婆 让我啊 宝宝你怎么了 我真被他一个破电话给扶了 他就是个穷兵你害怕他做什么 你给老子滚开 要不是你 老子能沦落至此 你让跟了你这么多年 你就这么对我 阿然啊 要不我们也去看看 谢谢你 放心 我能处理好的 你们先去吧 呃 呃呃 叶总 叶总 怪我 有眼不是在山的 五十亿 人就是把我卖了 我也捉不出来呀 叶总 你不是喜欢鸭子吗 呃呃 哎你们说 那个史安然的冷宫 那这是什么时候啊 就是碰巧而已 那有前脚刚打完电话 后脚公司就破产 如果这个水渊人绝对是个扫兵 小他的地方就没好伤 史安然那个坚持 会让他好过的 对不起 如果不是因为我 他们也不会这样对你 我不在乎他们说什么 我只要你开心就好了 景迪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因为我喜欢你啊 喜欢一个人 不需要理由 不喜欢 才需要 你的同事怎么样了 别提他们了 除了金鸡以外 都是一群马屁鸡 还在背后说我坏话 好了不提他们了 哎 前面有个便利店 我去买两瓶水喝 啊好 嗯 紧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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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 好巧啊 还真是你啊 你怎么在这 哈哈哈哈 我当初说什么来着 你还真去捡垃圾了呀 哎呀 我说什么话这么臭呢 看来是你在说话呀 怎么 星牙不想要了 哼 我告诉你啊 我可是练了五年三打 我不怕哎 到底想戴什么 说实话 你不在的这几年 我还挺想你 你要这样 我给你个机会 你跪下来求我 就说你会好好伺候我的 我就在外面租个房子 把你养起来怎么样 哈哈 哈哈哈哈 二 D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个贱人 你敢打我 啊 啊 你就是他那个新男人是吧 尊贤贝 我告诉你 他表面上看着清传 背地里不知道和多少男人搞过难啊 不是不是不是 他是什么样你不配平静 你没事吧 接着 去死吧 别 别难过了 看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你还笑 你知道今天有多危险吗 你找什么我 谁帮 这回知道疼吧 你也不想要不要 你帮我 你不帮我 嗯 我跟他人家 你不帮我 你不帮我 我跟他人家 我跟他人家 你帮我来和我住吧 到时候等希希回来 我把他也接过来 和你一起住 我们是一家人 难道不应该彼此 好好了解一下吗 应该是我买的菜到了 我去拿 今天你来找我 都没有好好吃饭 正好今天是我书的第一天 我们庆祝一下 好菜怎么能不配好酒呢 我去拿酒 等我 以后这种事情 可以让你老公来干 老公 喝红酒 怎么能不配红酒杯呢 我怎么看见好像有两个你 左边一个右边也有一个 哎 那安然更喜欢哪个呢 喵 两个我都喜欢 陈朱里 给我找一个叫做楚义的男人 让他在江城永远的消失对了 还有今天欺负夫人的那两个女人 让他们也找点教训 他家你听说了没 昨天晚上洛兰的律师男朋友 要把他分手 还有准备之前所有送的红包 还是比经理更惨 他的股票一路暴跌 把他儿子的学费全都赔进去 然后他老公都要把他离婚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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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陈安然 你把红海今年项目资料给我拿 我是设计师又不是你助理 自己没让手 陈安然 夫人让你去你就去 我是组长这是命令 等等 我突然觉得一年的资料不够看 你去把近十年的都给拿过来吧 周云儿 别蹬鼻子上脸 你怎么跟夫人说话 夫人细皮嫩肉的 万一被箱子拉伤怎么办 我帮你 你算个什么东西敢跟他站队 信不信我连你一块手 不就是文件吗 你打开干什么 给你们都拿回来 傻子 知不知道我连到文件包上 估计搬到下班都搬不快 没事正好用这个理由吵着他 怎么可能啊 怎么可能啊 我 我 贱人肯定是用了什么妖术 我就说你不是正常人 孟岚小姐 清朝都莫远灭亡郭省明了 你还在这工件迷信 谁让人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你们在吵什么 这个月业绩做完了吗 就在这吵 我看了一下 手上的客户 还有一个小孙总 把他拿下 明年的业绩就不用筹了 你们几个谁去了 夫人你不能去 小孙总这个人 在圈里可是出了名的好 小孙总 什么叫你接紧 人是跟他钱单的女孩 都会在这 经理 我看要不然就给人了 他不是一直都想要一个 认定自己的机会吗 我没问题 行 这样 我怕你一个人搞不定 京京作为设计助理 跟他一起去 拿下了小孙总 这个月绩效仅金翻倍 这俩是还在笑 没准就是想去陪睡 去让小孙总好好疼疼他 全场音乐用爱解 哇 小孙总你好 我们是同海鸡旁的设计师 过来跟你谈下项目的事情 没问题啊妹妹 哎 哎把这杯酒 把哥赔舒服了 这单子我就给你签了 不不不不 啊 啊 又来个更漂亮的妹妹 来啊 给哥哥喝酒啊 不好意思 我不会喝酒 我这位同事也不太会喝 就不让您的兴致 我们先走了 站住 什么啊 哎 少爷你没事吧 艾燃姐 这可是红海大客户 我们等着不起啊 给一巴掌 晚上的错了吗 坐上亲的 我们走 不许走 走孙总 你的牙 快点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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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吵什么吵 老子溜了丢了还不够 我不去 老子我对不起 没事吧 金金 是他违宪你在先 我们不需要跟他道歉 哎 小意思 老子很久没有见过像你这么一人 我喜欢 哈哈哈哈 小哥总你别生气了 老子跟你说 你吵什么嘴 一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女孩 算怎么回事 这巴掌是多打的 有什么事冲我来 冲你来 没问题 哈哈哈 嘶 嘶 声安然是吧 喝了这一杯 我就原谅你 单子我也照谦 啊 我说了 我喝酒 哈哈哈 妈的 给脸不要脸是吗 啊 不喝 也可以 玩傻子 你要是赢了 单子照谦 你要是输了 陪我一晚 放心 我不会对你 做什么的 安然 你别太大了 我们走吧 安然 这个射击助理在我耳朵旁边 不不不不不 我翻死了 把他赶出去 不行 不行 安然 安然 你没 行走 这里我能处理 安然 安然 给妈 我们来玩个简单的 比大小 三个骰子 谁都加起来最大 谁就赢 三举两胜 还希望小孙总到时候能信守成目 那是自然 下班了 什么 你们现在在哪 我马上过去 我马上过去 哈哈 好意思啊 就差这么一点点 哈哈哈 運氣好嗎再來 哈哈哈哈 沈安然你輸定了 乖乖的陪我吧啊 還沒結束嗎 不好意思啊 剛才太用力了搖骰子的時候 不想把骰子給搖碎了 所以現在加起來還是我的 這不可能 小孫總願賭服輸呀 既然我贏了那我就先走了 不准走 就算你了 你也是我的 沈安然老幹死你 你現在就會嚇了什麼 我為什麼一點力氣在我手上 哈哈 啊 警黎 對不起 快點 慢慢來 你他媽誰啊 敢打到他 你是不是都不是遂到我的人了 幹什麼 你搞什麼啊 你要 明天我讓你走不住江城 幹什麼啊 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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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哥 我錯了 別打了 他 你都把他躺在手心 好 你千不該萬不該動的 我 哎 我不知道 是你的 像你這種事情 你惹的 我給你一點教訓 你是不會長跡象的 今天是我的老婆 明天又不知道會是哪 你 你這罪惡的東西啊 我來幫你解決掉吧 別別 別 你什麼時候才能學會依賴我呢 那些人渣竟然跟你下藥 一定不會放過孫家那些人 啊 哎呀 快 我去給你叫醫生 二人 你現在還不清醒 警力 幫幫我 幫幫我 二人 這可是你說的 你知道我是誰嗎 哦 呀 一 進 離 小月 陈助理 十二点前 把江城孙佳所有的商业漏洞 还有灰色产业链给我查清楚 交给媒体 孙佳 我们夜市和孙佳 没有什么交易往来啊 他们动了不该动的人 这点热价 只是开始 懂了 我马上去办 快喝点 昨晚累坏了吧 你在说什么黄之词啊 对了 你昨天晚上是怎么找到我的 是你有一个朋友 叫什么静静的给我打的电话 还好我去得及时 要不然我真的不敢想象了 那个小孙总有没有对你做什么呀 他那个人疯起来像不要命了一样 他也没 你这里怎么这么多余金啊 是不是他敢的 我要去让那个王八蛋上让 这不是小孙总弄的 这是你昨天晚上弄的 你忘了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要先去上班了 你把房间打扫一下 那个床那最坏 谁干的 好 你疯了 周云啊 你要是对我有什么不满的 可以直说 没必要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整我 谁准你这么跟夫人说话 我们因为你的失误 公司丢了这么大一个单子 你跟这堆垃圾有什么缺 如果你认为签单需要用赔税的话 那我觉得昨晚的单应该由你来做 你 陈安然 你这两个丑了多大的风 小孙总都进ICU了 什么 不应该呀 我昨晚就打掉他一颗牙 退了他一把 怎么就进ICU了呢 陈安然 你还真是公司的送个心 自从你欠了公司 就没有一件事顺利 这件事安安姐做的没错 乔晶晶没说你是吧 要不是你装蠢死活 不愿意现身 也不会有这些事 这么厉害 那以后公司的单子了 你都现身去拿 行了别吵了 得罪了孙家 我们部门的业务会减少三分之二 神爱然 你现在要么去医院 给小孙总道歉让他原谅 要么 跟乔晶晶一起收拾东西 滚蛋 安安姐 都怪我没用 还好你没事 晶晶 你不用觉得抱歉 昨天晚上也是我太大意了 不然的话 十个小孙总都不能奈何 况且你不是打电话 叫我老公来救我了吗 不过 昨晚下手真的有努中 走吧 好 儿子 儿子 哎呀 你个宝贝儿子 哪个王八蛋 王一大都这 儿子 儿子 你你你说说 你说我爸听着呢 你说儿儿儿儿儿儿 董事长 过来 我那么听我儿子说话呢 儿子你说爸听着呢 你好像踩到少爷呼吸机的管子了 哎呦 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对不起 你没有爸没看到 差点把我儿子整死了 好儿子打成这样 他二皇子都跑了 可他是谁的儿子 监工查怎么样了 都查过了 所有监工数据都被黑掉了 说 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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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呦八十多八十多对不起啊 对不起 那我什么地盘 啊我儿子打进来是又 这跟骑在我脖子的那是有什么区别 就是 什么 好我知道了 董事長大少爺的人找到了 現在被醫院的會客廳等著您呢 什麼 媽的今天找到門兒來 哈哈哈哈 走 追起八道的屁是八道 媽 那是他 啊哈哈哈哈 人呢 那我看看 哪個王八蛋給打玩的 哎呀 葉董 您怎麼在這 我是來探望一位 生病的有男爸 怎麼孫董 也來去醫院了嗎 哎呀 葉董啊 您要不提這事還好 一提這事 我兒子被人打了 也不知道哪個王八蛋打的 葉董 您比我當過爸爸 您是不知道 您是不知道啊 我怕我心疼的呀 這件事好像我也聽說了 啊 葉董 您都聽說了 那 那您能夠告訴我是誰嗎 我不知道打你兒子的人是誰 但是 我知道你兒子為什麼會被啊 為什麼 聽說他試圖強奸兩名女孩 而且其中一個女孩 還是有福之福 哎呀 葉董 這事您就不知道了 現在社會上 很多女人根本就不檢點 特別是啊 那種結婚的牙門 更加萬大 是我兒子強奸 我倒覺得呀 是他們想勾引我兒子還差不多 所以 孫董的意思是 女兒子一點錯都沒有了啊 嘿嘿 我兒子倒不是一點錯都沒有 我兒子唯一的錯呀 就是給那兩娘們時間 找個搖人了 哎呀 趕走我老大 好 有種 葉董 你 你什麼意思 你幹嘛打我啊 你知不知道 你說的那個已婚的女人 就是我的老婆 哎 葉董 咱別開玩笑 對了 還有你說那個打你兒子的王八蛋 就是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你知不知道嗎 都是我兒子的錯呀 我那個兒子 我沒有教育好 他沒有腦子 那還打 這活該 你兒子活該 跟我老婆有什麼關係 聽什麼他來承受這些 哎哎呀 哎五秒 你的公司就破產了 喂 什麼 是見情了 睡我為啥 自己戀也砸了 葉董啊 我知道這一切都是您做的 我們一家知道錯了 你就放過我們吧 要不然 我們一家老小只有自殺了 葉董 本來我們警守也不犯何事 但是因為你的兒子 我就不得不出手 讓你們在江城消失 是我沒教育好那個逆子 都是他的錯 我求葉董 幫我們一家老小一條生路吧 葉董 飛河的同事來了 昨天受到傷害最深的是我的老婆 他現在就在你兒子的病房門口 如果一會我沒有看到他笑著走出病房的話 你是知道後果的 你別激動 你別激動 你先聽我說 你們故意接受到達郭脂肋 你也是誰 因為海洋沒有誇張 你自己 olduğ 生んだ raised 왜냐하면 你自己能幫你 不要受到 coordin 你自己在心裡 在大 Repl episódio 自己人今天 合理 因為這個 你創意 ắ� 好像也不太方便吃啊 這樣 我給你把水果粘一粘 姐 嗯 啊 啊啊軟姐 哎呦 啊 暈了 叔叔 這跟我沒有關係 是他自己要暈的啊 你媽的臭小子 你還有臉暈 你還有臉欺欺歪歪 你老子閉嘴 孩子們這件事情我聽說了 是這個臭小子 圖謀不鬼在前 你們這樣做屬於正當防衛 我都理解我都理解 不是 講話 孩子們 我沒臉求你們原諒 但我們藏有兩下有小的 真的求你們 哎呀 叔叔叔你再起你再起 你聽我說這個小村總做事的 確實沒有分散 但是他現在也得到硬 你以後對他多加寶藏的事 放心 一定會閒加管教他們 那個 嗯我還沒得到幾個時間 別說 這個呢是我們公司的合作的項書 嗯 我欠 我現在就欠現在就欠 那二位那你們可以原諒我兒子了嗎 嗯 哎 那你們先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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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 失聰了 你那夫人 耶 哈哈 我 很好 很好 我們部門的業務總算是保住了 單子就交給夫人吧 這單子是我和金晶拿到的 憑什麼給他周圓兒就是 你們怎麼拿到的單子 當然是孫董事長簽了字了 你用你們的腦子想一想 你們把人家孫董事長的兒子 弄緊了ICU 人家憑什麼給你單子 你什麼意思 意思很明白 我們都打拼過了 孫董之所以把單子給我們 是看在總裁夫人的名字上 但是我們去的時候 行了 你們兩個城市不僅敗氣有一個武器 能把單子拿回來你們就偷著樂樂 他應該搶工啊 就是我都看到了 夫人為了幫你們擦屁股 可是打了不少變化 喂 張哥 姐姐看上一個包包 你給我買一個唄 嗯 阿偉啊 這家的信用卡又刷爆了 那我還一款好不好呀 快遞嗎 快遞放門口 行了別說了 這都是我應該做的 就算這功勞不是我的 也跟你周遠而舞 你究竟還想打著總裁夫人這個名號 占多少便宜 詩安然 你又在發什麼火 我實在是看不下去有些人拙劣的演技了 那我就直說了 夜市的總裁夫人 不是周遠而 媽 你怎麼又讓我去相親 我其實已經 媽給你介紹的這個是夜市集團的總裁 他也是單身 你說什麼 夜市集團的總裁 周遠而 這一次我不會教你用這個假身份 無疆 詩安然 你有什麼資格質疑夫人的身份 夫人不是 難道你是 想要證明很簡單 夫人 給夜總打個電話吧 我 是啊 我們部門立了這麼大的勾 應該 向總裁揮報一下我們的戰績 對啊夫人 這個單子還在你手裡 總裁如果知道夫人這麼能幹的話 肯定會更開心的 打吧 夫人 怎麼 怕樓下啊 打就打了 您好 您拨打的電話正在通話中 請稍後再拨 Sorry 這個 嗨 我老公現在應該在開會 不過 要是讓他知道我因為這種事就打擾他 他會不開心的 而且 這對我們部門的印象就 夫人說得對 張恩然 你又在想什麼小意思 該不會是別的公司派來的錢 你們都傻子嘛 夜市旗下有一個藝術展覽館雲頂 你們都知道從不對外開放 今天我就以夫人的名義 帶你們進去 雲頂確實不對外開放 難道真的是我搞錯了 松哥你來了 我的小寶貝 你真是讓我捏捏不忘 松哥 我最近讓你辦的雲頂藝術館的事情 怎麼樣啊 哎 你最近找我辦的事可是一鍵比起來 但我前鋒是誰啊 放心吧 都已經安排好了 多謝風哥 哎 空嘴上寫可不夠 啊 啊 夫人 這裡也太壯觀了吧 我去過不少的私人藝術館 不過這麼氣派的還是頭一次見 說不定能在這碰見 來尋找靈感的藝術家嗎 這裡的每一塊地磚 都是從意大利名家那裡定製之後 後運過來 他的紋路也都是獨一無二 說的我都不敢踩 走 香菲啪啪啪 夫人 這好像是總裁的車 什麼 什麼 這要是和葉總正面碰到了 我就完了 子黎 是和人的老公躲在葉總的車上 上次王說那麼怕他老公 而且他老公也姓葉 難道他是 哎 夫人 夫人 不是你走了 感謝葉總的 啊合作啊 哎 合作 嗯 哎 安然 你怎麼會從葉總的車上下來 啊 我剛和葉總談了個合作 嗯 哎呀 葉總人責服 這不 讓他的司機 帶我來參觀一下他的 私人藝術館 嗯 啊 原來是這樣啊 我就說嘛 雲頂這種地方 豈能是你們這種阿貓阿狗能隨便進來的 要不是脫了葉總和夫人的福 你們恐怕這輩子都進不來吧 人和人之間的差距可真大呀 有的人的老公是萬人僅咬的總態 那有的人的老公只能跪下來祈求別人上飯吃 我老公憑自己的本事賺錢 你有什麼可營養關鍵 就是 很大聲的叫到我空啊 矜持點 沒關係 你的窮酸對象 連給我老公提鞋都不配 周玉女士 你老公是誰啊 這你都不知道 活該也是個刺激 我告訴你 這位可是我們夜市集團的總裁夫人 什麼 啊 這麼說 你說 你是我們集團的總裁夫人 怎麼 小八姐 晚了 沈安然已經把我們夫人給罪了 要不是我們夫人人美心善 你那個蠢祸老婆就等著被開除吧 後來 你別以為誰都跟你一樣 想當有錢人的舔狗 你敢罵我 他們兩個也太囂張了 竟然敢在您的地盤上這麼說話 完全都會把您放在眼裡 好了好了 他們 無非也就是想多掌掌見識 我就給他們這個機會 我們還是趕緊進去吧 他真的是 夜總的總裁夫人 囂張法護目中的人 真不知道那個夜總看上太熟了 算了 既然夜總都申請邀請你了 那我們一起進去 好走吧 查一下 紅海集團周宇兒的事 這不是CC壞了吧 之前說被匿名買家買走 原來在這裡 沈安然 能不能把你低賤的樣子鬆一鬆 沒事 就讓她和她的窮鬼老公 多拍幾張照片吧 這一年的朋友圈素材啊 就都有了 你真 夜總夫人 聽說 聽說 總裁為夫人 在雲頂燒製了一件頂級的黑瓷 既然夫人在這的話 不如拿出來 給我們張張眼 我上點兒給他弄去 我上點兒給他弄去 據說 這黑瓷是宋代皇家運用的茶器 頂級的黑瓷燒製的十分精美 此又厚潤 是百年難得一遇的幾品 夫人 要不 就讓他們長長見識吧 怎麼 是拿不出來 還是根本就沒有拿出來的權利 夫人 誰說的 我現在就養人嘗上來 喂 把夜總給我燒的黑瓷拿過來 你瘋了 那是總的切手燒製的黑瓷 價值過異 萬一有什麼事 那可是要坐牢的 你就從倉庫里隨便拿一件類似的出來 這群相伴來不認識 讓他們看一眼就行 這人怎麼看得這麼熟悉 你們兩個窮鬼夫婦死心了吧 黑瓷都拿過來 還質疑我們夫人的身份 這黑瓷器口言又薄 心內底居又厚 看起來下個不肥啊 還算你們實過 真正的黑瓷在陽光下 又體發光成透明狀 不過我怎麼看著這個黑瓷 可以製作這麼一般啊 十二人 把你的嘴避上 你不說話沒人把你當下 你不說話沒人把你當下 警黎這黑瓷是假的 警黎這黑瓷是假的 十二人 你瘋了是不是 你給我等著 我現在就報警 你們就等著 秦家當產賠吧 我老公說的沒錯 真正的黑瓷燒製好後通體呈現幼狀 而這個 碎裂和晚舟口還三個的土渣 一看 就是大師用來練手的肺子 夫人 閃閃說的 好像是真的 怎麼可能 這一定是工作人員弄錯了 我現在就讓他過來 這是誰弄碎的不要命了嗎 是我 夜 夜什麼夜 還沒問你呢你怎麼拿東西 想辦法把真的拿過來啊 對不起我糟了 你什麼東西 看樣子的確是工作人員的失誤 估計他也不敢把真的東西拿過來 畢竟這真的呀 太寶貴了 夫人說的沒錯 看來 是我沒有這個福氣了 不過 就算這黑瓷不值錢 這事也不能就這麼算 讓你的老公跪在這瓷渣上 給我道歉認錯 我就原諒他 休想不道歉的話 就讓人把你們趕出去 行了行了 誰這麼大膽子敢在雲頂吵到 畢竺管事兒暴從休息 你們在這吵什麼 再吵的話給我滾出去 夫人還在這兒呢 你算個什麼東西敢指責我們 正大你的眼睛給我看清楚了 我是雲頂創始人 縱字樣 我管你什麼字樣 夫人在這兒趕緊給我閃開 哪兒來的什麼狗屁夫人 我和葉總也是這麼多年 我怎麼知道的結婚呢 全公司的人都快知道 你還不知道 你這創始人的身份到底是真的還是 當然是真的啦 門口綠牌上有他的照片 他還是夜市集團的股東之一呢 就算是股東 夫人還在這兒呢 你也不能打我們呀 葉總夫人 好 我今天呢 倒要打電話問問 看看夜市集團 有沒有你這個夫人 完了 這下肯定爆了 哎我銀行處理點事情 先請電話 這下 到底在搞什麼鬼 你們不會還以為他是葉總 夫人還在這兒呢 你們瞎想什麼呢 喂 葉總 聽說你都有夫人 長華總說 我現在不能暴露身份 你可以和我延長信念 三瓶 羅曼一百一 你忘了 實在不好意思夫人 我最近吧 和易董哥很聯繫 真不知道結果了 剛才 實在抱歉 這也能讓我混過去 那是你以前的經歷 別管了 我都說了我要低調一些 誰知道你們都這麼沒眼力見呢 今天也累了 我也該回去 哎 可是葉總說了 讓我帶夫人您呢去當陶藝館 他說您來的時候 都會一起經常做合影 夫人 這可是雲頂的陶藝館 平時在外面我們都見不到的 你就帶我們去見誰 是啊夫人 我怎麼覺得 宋官長好像認識你 啊 呃不能不能 你看錯了吧 啊對了二人 我公司還有一些事情要處理 你就先跟他們去吧 嗯 那好吧 那我先走了 嗯 哎李介紹 說 那個周遠兒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個周遠兒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是 葉嫂 前鋒 你知道剛剛在總裁身邊的人是誰嗎 那是我們的夫人 啊 葉總 是我瞎了眼 我既然沒認出來那是夫人啊 上次在瑞豪山莊 是不是也是你找的關係 開了一張 不不不 葉總 我不知道啊 我要是知道他針對的是夫人 你就在那見我十個膽子 我也不敢這麼幹啊 你可真是會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照你的意思 那所有的弱者 活該被欺悟了 啊 不不不 葉總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該死 我現在就去收拾周遠兒那個賤人 等一下 我們現在的身份還不能告訴他 另外 我需要你幫我辦件事 林鄭這麼久都沒有送錦麟一件禮物 正好借此機會送她個杯子吧 二人姐 你這是做給姐夫的吧 啊 姐黎這臭小子 取得這麼漂亮好不好 竟然都不告訴我 第一次做的話 可能會有些困難 有什麼不懂的 可以隨身吾皇 明明您才是夫人 你看宋紫陽 就對沈安然那個小賤人那麼關心 是啊夫人 我怎麼感覺這個宋紫陽 一點都不尊重您呢 好像 下根就沒把他放眼裡 有些人啊 真是走到哪裡都要勾引人 這種賤是賤到骨子裡的 改都改不了 哎呀 你們這機器速度啊太慢了不好走 呃 我來幫你們調快點啊 哎呀 啊 哎呀 哎 你都不知道 那群在背後啊 腳小嫂子舌根的女人 下場有多好笑 我本以為幫他安排好了一切 可是沒想到 竟然被一個冒牌火給他欺負了 我知道 一是呢 怕小嫂子知道你的身份後呢會有壓力 但只包不住我 只早會知道的 我建議你也該找個時間他沒了 現在最重要的是把那個冒牌火給處理掉 怎麼處理 他不是喜歡當業總夫人嗎 那我就給他找一個月子 還得是你小子 這事啊 交給我了 你們設計部管事的是哪一位 你是 我是夜市集團的特助我姓香 總裁讓我帶話給各位 由於最近洪海集團設計部的業績突出 總部專門籌備了一個表彰彥 對優秀的員工予以獎勵 尤其是一位叫周允兒的員工 才準備了柳張燕 那說明他對我們這個部門十分重視啊 夫人 總裁果然看到了你的成績 這下我們倒要跟著沾光了 你可以不去嗎 不可以 必須全員到場 沈安然 怎麼別人都去就你不去 你是看我得獎了 眼紅吧 靠搶別人業績獲得的獎項 我一點的教訓 要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你能彈下來這麼多業務 哎我說你不要臉的方式 還真是千幾百怪多種多樣啊 但凡業績單上有一單項目 是你自己砍成的 我都懶得說你你 反正得獎的人是我 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 嗯 啊 喂宋總 事情都安排好了 放心 一切都是按照您的意思吧 夫人 夫人 您絕對是今天全場最亮眼的女人 要你說呀 來都來了 進去吧 夫人 你有沒有覺得最近經理對你的態度很一般啊 沒關係 他應該很清楚 得罪我 沒什麼好下場 夫人好 夫人 總裁對你可真好啊 馬上就要頒發優秀員工獎了 什麼人 我就想讓你知道有些東西 可不是你靠努力就能得來 不可利欲 行了 葉董馬上要來了 你們幾個 準備一下 夫人 早就聽說葉總見美心目 高大威風 今天終於能見一下 是啊 周圓兒 你怎麼這麼緊張啊 胡說什麼呢 自己的老公要來 我有什麼可緊張的 沈阿然 一會兒你看到總裁和夫人恩愛的一幕 可別轟了眼睛 葉董來了 大家歡迎一下 哈哈哈哈 賤眉心目 高大威風 李經理 你確定他是總裁 他就是總裁 我怎麼會騙你呢 可他長得也 住嘴 你憑什麼肆意討論總裁的長相 周圓兒 你不是平常跟我們大家說 你跟總裁多麼如相似妻嗎 怎麼現在 這麼能進 葉總您看 這夫人呀 還害羞 哈哈 夫人 別害羞啊 今天 我還有重要事情要宣布呢 今天啊 除了表彰優秀員工之外 我還想跟大家介紹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我的夫人 周圓兒 哈哈哈哈 大家知道我和圓兒是隱婚 所以呢 為了慶祝他在公司 取得這麼大的成就 我決定 找個好日子 結婚了 恭喜 恭喜同意 同意 這根本就不是葉總 周圓兒 你發什麼疯啊 自己的老公都不認識了 我是葉氏集團的葉總 不是他 他就是葉氏集團的總裁 不信 自己去查 葉氏集團 葉氏集團 我怎麼沒聽過 還有這個公司啊 夫人 你怎麼了 收購公司的 不是世界排名前三的葉氏集團嗎 怎麼會是這個葉氏 周圓兒 你不是說自己是總裁夫人嗎 怎麼好像第一次聽到你 別說了 你給我閉嘴 告訴你們 根本就不是什麼總裁夫人 就是冒充的 夫人 你在說什麼啊 什麼好吃豪宅 酒店禮服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就是為了騙你們這些 這些沒見過失明的蠢祸罷了 二人姐 原來你說的是真的 所以就是說 你承認你冒充總裁夫人 拉幫結派貿易公民嗎 沒錯 我參真 承認就好 戲演完了 大家可以走了 演戲 所以 一切都是你們演給我幹的 周圓兒 你先用總裁夫人的身份 仗式欺人 拉幫結派 甚至還讓上級 欺辱下棄 把整個部門 搞得一段糟 現在不過夜市要開除你 就連這個僵長 都要奉殺你 我是被騙的 你惡意奉長 奴言必喜 甚至還幫助他 一起傷害我姑的人 也是一樣的下場 謝恩 這家被你給快踩了 至於你呢 李經理 雖然有功 但功不足夠 降一級 從新開始 善兒啊 葉總查清楚了 公司的業績呢 都是你爭取的 業務呢 也屬於你完成了職業 所以稱你為 設計部門的總經理 我 艾然姐 公信也升職了 所以就在夫人 李希希 真正的夫人是 來吧 慶祝一下 艾然姐 你看剛才諾拉和夫 呸 周圓耀那個樣子 真的是太大怪人性了 宋總到最後也沒說 誰才是真正的總裁夫人 可能她也怕周圓耀的事情 再闖導覆轍吧 不過對於我們來說 神是總裁夫人並不重要 只要 我們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就一定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好的 沈經理 別 行了 行了 你好好努力 轉正盡在支持 到時候 我可就要叫你 喬大設計師咯 現在就叫吧 不是 艾然姐 我今天看到那個賈業總 我真的是太失望了 我覺得他至少要長得像你老公一樣 是吧 對了 他是幹什麼的 這個問題我也沒有問過他 我是閃婚 我們也是最近才住在一起 閃婚 但是姐夫好愛你啊 我以為你們在一起好久好久了 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而且啊 我覺得姐夫肯定不是一般人 他之前說的姓業 我都覺得他才是真正的業總了 對於我來說 無論他是富豪還是小職員 只要他愛我 都喜歡 你都喜歡 你去哪了 這麼晚才回來 公司律師開了會 所以就晚了一些 處理完了冒牌活的事 終於可以告訴你 我的真實身份了 嗯 噠噠 這是我上次去雲頂 給你做的杯子 上面我還畫了一隻小警禮 警禮 警禮 喜歡嗎 安然 謝謝你 你先 把我給你炸的這個果汁喝了 我有一個大把瓜要給你錢 慢點 喝完了 那我開始講了 你還記不記得我上次跟你說 我們公司有一個女的 說自己是葉總的夫人 啊 還是假的 啊 其實我有一件事情想和你說 嗯 我不會 芒果吃吧 葉姐麗你怎麼了 啊 對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芒果過敏 這 你親自給我做的芒果吃 就算過敏 我有吃 哎 不過說起來也挺巧的 我女兒也是很過敏 嗯 哎呀 你從來不吃芒果的 怎麼突然住院了呀 啊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還不是聽說你住院了 我連也從飛機趕過來了 哎 這位是 這位是我女朋友 女朋友 哎呀 阿姨坐了一晚上飛機已經很累了 而且還在擔心你 你說這麼多 還不讓他回去好好休息 到時候我在正式上面拜託 但是你想不想到 哎 哎呀 安然是嗎 哎呦 阿姨見你第一遍呀 就喜歡你 你們領證了沒有啊 打算什麼時候辦婚禮啊 不啥險了沒有 什麼時候養孩子啊 啊 你都坐飛機坐了一天夠累的了 趕緊早點給你休息吧 不行 你跟人好好聊聊呢是吧 安然不夠了 給你親自帶回家好好聊 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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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寶貝啊 記得 常安家裡坐坐呀 阿姨 很喜歡你 阿姨再見 拜拜 正好今天下午我有空 去跟阿姨買點東西吧 這不是我同事的大學生 創立的珠寶品牌嗎 先去逛逛 您好把這個拿一下我試一下吧 來不及就不用了 你不讓我試我怎麼辦 我要是那個 你懂不懂閒來後到啊 你們店也該提提檔次了吧 別什麼下三爛的客人都放進了 是是是 您叫起來是 你這個店員懂不懂尊重人啊 說你有錯嗎 像你這種人 就算勉強買了高級珠寶 也只是降低了珠寶的檔次 快把它趕出去 別在這兒愛我的眼 實不相瞞 我們老闆明令規定 無論身份高低貴賤 嚴禁取入客人 行 那你好好服務我 等我高興了把這家店買下來 到時候你就是老闆 不好意思 你還是趕緊走吧 你現在是在趕客人走嗎 所以 你現在是在趕客人走了 沒錯 這有客人說的對 你這種人進來 只會拉低我們店的檔次 我記得你們老闆說過 你們品牌的理念就是尊重與愛 當初 我也是因為他這個初心 才投資 你什麼人啊 知道我們老闆是誰 別以為知道點我們品牌的服務理念 就可以在這對我指手畫腳 行了別跟他廢話了 快把他趕出去 別影響我購物心情 死窮鬼還不趕緊放開 哎幹嘛呀這是 怎麼了 哎 發生什麼事了 你們品牌還想不想在江城混了 知不知道我是誰 只要我動動手指頭 就能讓你們 在江城永遠消失 但是您 具體是哪裏不滿意呢 因為你們店裡有這種下三流的客人 嚴重影響了我購物心情 不過呢 你們要是能現在把他趕出去 我可以選擇原諒你們 並且看在有這麼懂事的店員份上 可以給你們投資三百萬 操縱 我做操什麼 品牌的理念 在你們入職的時候我就強調過 所有與我們理念相違背的人 都不應該出現在這個店 你被開除了 我 還有你 你也請吧 什麼 知不知道這是什麼 這裡的錢 足夠買下你們整間店 我這個人呢 只認道理 不認錢 他就只是一個窮鬼 你這麼維護他 你跟他不會有什麼吧 新髒的人呢 看什麼都髒 我不想和你爭辯 你還是請吧 行 你給我抖著 我會讓你知道後悔兩個字怎麼寫 安然姐 要不是我這段時間忙著參加設計咱 我早想約您了 你小子現在可以啊 把店都看得深中心了 要不是當年您資助我學設計 我哪能有現在的成就啊 你既有天賦還努力 我說過 追逐夢想的人不應該被埋沒 對呀 安然姐 你現在隨便看看 稍等我一下 馬上回來 你現在隨便看 登登 你給我寫的信說你有女兒了 我特地對你們一家三個做的手段 真漂亮我太喜歡了 但是剛剛那個會不會對你造成什麼 影響 哎 安然姐 我呢現在大大小小在設計界 算是個人 他情依不能把我怎麼樣 你看 手臂真好 這個是爸爸 乾媽 今天有人欺負我 你一定要讓錦麗哥哥幫我出氣 哎呀清清啊 今天啊先不說這些 以後你哥的女朋友要來了 什麼 他什麼時候有女朋友啊 他們來了 是你 是你 你們見過 嗯 可以說是印象深刻 我不喜歡你從我家滾出去 易清清 怎麼說話呢 他還是我的女朋友請你客氣一點 沒關係 第一次見搞了些誤會 來 你乾媽 你看他一副窮酸樣 一個低賤的下等人 怎麼配得上我們家幾雷哥哥 肯定是圖咱們家錢了 哎 打住打住打住 我跟你哥有手有腳的 想要什麼自己努力就行 根本不需要靠別人 秦秦啊 你對安然客氣點 以後啊 咱們就是一家人了 什麼一家人 我還沒同意呢 你們怎麼都向著他呀 你快去看看吧 沒事 他就是鬧一口 快去吧 萬一他出什麼事呢 去去去 來來 哎呀 哎呀 其實啊 青青不是我的親生女兒 我有兩個從小最要好的朋友 其中一個出車後去世了 就留下了青青 我看他可憐就收養了他 他從小呢 跟幾個一塊長大很依賴的 這個牌啊 你是還接受不了 好好好 滿事啊阿姨我能理解 哎對了 聽姐您說您愛吃芒果 但因為他過敏 所以一直忍著不吃 今天趁他不在 咱倆好好吃 哎呀好好好 來 嗯 嗯 甜不甜 甜 哈哈哈 你回來了 青青青怎麼樣了 哎 談到小孩子脾氣 已經被我哄好了 是我對不起你 我應該早點告訴他們好吧 沒事 等你女兒回來你就知道 還有人比你妹妹更呢 不走了 咱們去休息吧 好 哎呀 怎麼了是不是嫁到哪裡了 呃 我聽希希說 她好像想要一個妹妹 無恥 解禮哥哥 昨天媽已經說過我了 我確實做的有些很過分的地方 今天特意過來跟安人姐姐 陪你道歉 這就對了 行 我們先聊我去換身衣服 沈安然我說過你配不上我哥 葉晴晴 你是去四川學過變臉嗎 昨天你也看到了 錦麗哥哥追出去哄了我一路 把你一個人落在家裡 因為他根本不愛你 你也太責疑的是 昨天呢其實是 我知道你不信 我現在就證明給你看 睜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 謝京你瘋了嗎 啊 怎麼了 錦麗哥哥 我給安然姐姐道歉 他不但不領情他還打我 看清楚了 這才是我打的 沈安然 你怎麼看 昨天你的手 在削芒果的時候不小心滑傷了 我看看 傷口沒有裂開 錦麗哥哥 他當著你的面打我 你還不管管他 葉晴晴 收收你的脾氣 以後這種小手段 就別在我面前眼了 走 沈安然你等著我一定要讓你撲出代表 五十萬這天 睡了吧 事成之後給你一百萬一槍 張凱你別給臉不要臉 誰不知道 親自 一切根本不限於 像我爸爸這樣 攔在泥沼里的人 穿上任何交集 既然你能找到我們 那就說明要對你的人 那 大 熟 難度越高 錢越多 哈哈哈 行 就以前了 但是我要家人 我要讓這個女人以後的人生 像抽水溝里的浪泥一樣 我真想知道 是什麼樣的女人 能長得承認成這樣 錦麗 我媽說過兩天要把戲劇接過來 那我們這兩天早上把屋子抽取一下吧 你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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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然阿然你走了 五十萬金金 睡了他 事成之後給你一百萬一槍 江凱你別給臉不要臉 誰不知道 親自不是 根本不限於 像我媽媽這樣 能在女朝里的人 傳出任何交集 既然你能找到我們 那就說明要對你的人 大 熟 難度越高 錢越多 哈哈哈 行 就以前了 但是我要家人 能讓這個女人以後的人生 像抽水溝里的爛泥一樣 我真想知道 是什麼樣的女人 能長得認成這樣 錦麗 我媽說過兩天要把戲劇接過來 那我們這兩天早上把屋子抽取一下吧 嗯 好 啊 啊 啊 阿然阿然你走了 啊 好一個美人悲慘 可惜 我該不醉的人 你們知道我是誰 我們這一個 只管拿錢辦事 錢我有的是 我可以給你見嗎 幫我放了 聽到了嗎 她是個富貴公主 天啊 為大家和 都沒嘗過吧 勸你們把我放了 不然 定不可惡 我媽的 我最討厭別人威脅 我最後再把你們來死 是誰把你們來的 啊 啊 啊 得 今晚哥哥們還有別的一種 可能啊 就顧起不到你的感受 兄弟們 一起上 哈哈哈哈 不 怎麼啦 哎呀 女哥的女朋友安然 在回家的路上 被一群給掠走了 至今下落不明呢 可不可是早的 該行 已經大聽過了 是江省的軍備社會 想把你玩弄女性出名 這次啊 我把你嫂子胸脫抵手啊 人怎麼樣了 我老婆呢 他叫沈安然他在哪兒 井黎 啊 放心吧 我不是說過嗎 我力強大的 對不起 是我沒用 是我沒有把握好你 井黎 能跟你在一起我已經很幸福了 不只需要 你心裡有我就夠了 不會再有下次了 我一定要讓那些人渣付出代價 對了 你還記得 那些盧走女人是誰嗎 我把他們牙都打光了 也不告訴我是誰 哎 還跑一個 不過他腿瘦了 應該也是沒跑 盡力別 西西 你喜不喜歡姐姐叔叔 喜歡 因為我晚上睡覺的時候他會給我講故事 我怕黑的時候他會給我們拿小夜燈 最關鍵的是我們兩個對芒果過敏 現在家裡多一個不吃芒果的人 那你更喜歡媽媽還行嗎 媽媽你已經這麼大了 怎麼可以說這麼幼稚的話呢 你說誰用這種小東西啊 好你個深暗的 背著井黎哥哥還有野種 看你這下還怎麼小便 這行程 你看你把老子害成什麼樣了 你可笑了懸賞令 整老子的全是 你覺得你能找得掉嗎 我沒有想到事情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不介意 你去下地 坦哥你別衝動 我有辦法 辦法 你有什麼辦法 只要除掉是安然 然後我就能坐上葉家主母的位置 到時候你想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 至於通緝令 等我更忘了命 通緝令自然就不存在了 凱哥 我們現在是一條水上的蚂蚱 一榮俱榮 你要相信我 只要我們讓那個女人滾出葉家 到時候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我該怎麼做呀 我今天看到沈安然有個孩子 還是個連爸爸都不知道是誰的野種 我媽最在意家族清白 不時要把消息放 他一定會被趕出葉家 到時候這個女人 想怎麼玩就怎麼玩 哈哈哈哈 哈哈 怎麼了清清 媽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該不該說 哎喲 都是一家人的 有什麼不該說不該說的呀 其實 沈安然在外邊有一個孩子 什麼 媽 你先別激動啊 我已經查過了 沈安然連自己都不知道孩子是誰的 那我們錦麗媽那還用說嗎 哥肯定被他給騙了 外面都說他是一個水性娘花的女人 至於上次到底是他綁了自己 還是別人綁了他 那都不知道 不行 我得去找他 問他 憑什麼這麼對待我們錦麗 哎媽 你現在去沒用呢 哥現在被他迷的五一三倒 怎麼會聽你的 那該怎麼辦呢 我不能眼睜睜的看著你哥 被那個女人給騙了呀 媽 其實現在有一個辦法 那就是給哥找一個更優秀 更有魅力 更配得上他的女人 只有這樣哥才會對那個妖精 徹底死心 你說的對 可是那現在上哪兒去找啊 媽其實我 我知道該找誰了 哎媽媽媽媽你去哪 小葉子 小葉子 哎呀 醒醒啊 對呀 我們倆都久沒見過面了 快走快走 哎呀 自從參加完阿念的葬禮 你出了國 我們就再也沒見過面了 是啊 一晃都這麼多年過去了 阿念的孩子叫什麼來著 啊 青青 他最近怎麼樣啊 他挺好的 但是我兒子錦麗現在遇到了麻煩 怎麼了 他被一個小妖精給纏上了 那個女的呀 背著他跟別的男人糾纏 還生下了孩子 結果錦麗現在非他不可 我仇都要仇死了 現在的小青年真是一個比一個操心啊 哎 姐姐 我記得你是一個女兒吧 她現在怎麼樣了 哎呀 長得好 脾氣好 工作能力強 哎呦 就是單身 不找立像 可把火急死了 哎 那感情好啊 要不咱倆 讓他倆見個面 他們倆人一對上眼 那咱倆的問題不都戒戒了嗎 哎呀 我怎麼早沒想到啊 咱們又是知分知點呢 現在就讓他們見一面 我來安排地方 哈哈哈哈哈哈 早到就快下落了 還有 把他們兩個給我抓過來 我親自教訓 是 搞什麼啊 媽 原來你是讓我沒相親的 哎 你怎麼像的呀 我跟你說啊 你帶回來的那個女孩子啊 根本不行 性情啊 都查過他的底細了 說他跟很多男人 有個不正當的關係 媽也是為你好 媽 你別聽千千亂說 我自己認定的人 不會出錯了 我不管啊 反正人家聖天集團的前接 等著見你呢 就算出一禮貌 你也得見一面 啊 這個背影怎麼這麼嚴壽 哎媽 你是怎麼想的呀 我以為你來給我介紹工作 結果你是讓我來相親 你自己又不努力 我都快給你找到爸了 你什麼時候才能給信息找到吧 哎可是我已經 你好 我是月市集團總的業者 警黎 警黎 安然 警黎 你女兒是很安然 你認識我女兒 哎呀 安然啊 都怪阿姨不好 清晰了清晰的鬼話 才搞了這麼一出的鬧劇 小椰子啊 你把兒子養得不錯吧 我很滿意 行 趕緊啊 找個好日子 讓她倆結婚吧 對了 明天啊 把你們的寶貝乖乖孫女啊 也叫過來 前幾天我們見過的 你別說呀 你的孫女啊 跟我們家警黎小時候長得還挺像的 你放心啊 我待她呀 絕對像親孫女一樣 好 清晰 你不喜歡奶奶弄的嗎 你親孫啊 喜歡謝謝奶奶 對 清晰真乖 清晰先自己去那邊玩玩 好 清晰 你這是怎麼了 媽對不起 上次是我聽見搖簷才搞了一鼓 您別生氣了 嫂子對不起 清晰 你年紀太小 以後沒有證據的話就不要亂說了 沒關係 改了就行 以後我們還是一家人 這就好 我最喜歡一家人啊 和和睦睦的 哈哈哈 姐姐呀 你過來 趕緊挑個日子 把你們倆事情給辦了 管事都挺好 到底選哪一件 嫂子 這是我專門給你煮的燕窩 美容養顏的 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對 媽和哥哥已經批評過我了 但是我總覺得心裡有些對不住你 沒關係的 我說了我們都是一家人嗎 而且你眼光好 一會兒你快幫我挑秀河 好呀 那這個燕窩 既然是你親手蹲的 那我當然要喝了 媽媽不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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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你幹什麼 千千姑姑在你放個東西 啊 怎麼了 這個小野種誣陷我 說我下藥了 清清 你在說什麼 清清她只是一個四歲的孩子 哥 我好心好意給她做燕窩道歉 她卻用孩子栽贓陷害我 說我下藥 我沒有 清清更沒有 屁 乖 告訴葉叔叔 剛剛發生了什麼 剛才奶奶要清清拿小蛋糕 小安然 喝下這一碗你就等著後半輩子 都在醫院裡躺著吧 哼 擠雷哥哥永遠都是活的 胡說你陷害我 西西 這個相機 你今天一直都在帶著了嗎 今天第一次和奶奶家 我想拍個照 那你剛剛去科興的時候也在拍嗎 擠雷哥哥 如果你真的在燕窩裡面下了毒 你現在馬上給我收拾東西送人 我夜間沒有你這種人品敗壞的家人 當然 如果你堅持自己的話 如果被我查出了什麼 那我一定把你的雙手雙腳打斷 讓你一輩子都躺在醫院裡 擠雷哥哥 我們從小一起長大 你要為了這個高認識不久的女人 就把我趕出家門嗎 所以你承認是你做的 對 就是我幹的又怎樣 我就是恨她從我身邊奪走了你 明明你那麼高高在上 配得上你的只有我 啊 野青青 我這一巴掌是替西西打 我可以很明確的告訴你 我和錦黎認識比你和她認識更久 她對你從來只有兄妹之情 這一切都是你的幻想 更何況 你現在在為一些不切實際的東西 不停的做著措施 你走吧 我夜間容不下你 你們會後悔的 西西睡了 睡了 這孩子像我 心大 今天的事她不會放在心上 都怪我 是我這個做丈夫和做爸爸的沒做好 要不是西西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今天會發生什麼樣的事 錦黎 你是我的丈夫 也是西西的爸爸 可你也是個普通人 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都要我們家人一起在這 我真不知道 我上輩子做了什麼樣的好事 能讓我遇見你 對了 你今天聽到西西說了什麼嗎 什麼 她說 她想要個妹子 我陪她錦黎哥哥身邊這麼多年 憑什麼他一回來 有身份有身份要低位有低位 就這麼多揍了我的一切 好了 夜錦黎我被承不起 你現在要別的去夜錦黎 就這樣了 就這樣 我不好過誰也別殺我過 對了 什麼 應該不是哎來不殺一個女兒 只要你想辦法 讓他們女兒弄得一點麻煩 他也會生不如妳當然 小財 characters 小貳生 今晚就是你的夫妻 可是我都不敢 還要是你 1962 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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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れ到這裡你陪我去 到我去了 去 我姐姐 我妹妹的路 我姐姐 你也快點看 被绑架了 这 这 怎么 怎么 怎么会 怎么会 七星怎么会被人绑架呢 我认得这个字 这是叶清清的入籍 这个叶清清 要是敢伤害我的保育外孙女 我一定要弄死他 去过找的叶清清 找了之后把定位发给我 让我亲自去 叶清清 叶清清 别怕 有叔叔和妈妈在这吗 别走 再往前一步 我就一抱炸弹 清清 希希要少了一根头发 我决定要了你的命 少吓唬我 我现在什么都不怕 清清 你有什么愿意冲我来 你们现在又找还算怎么回事 沈儿然你个闭嘴 因为我才算应该站在锦铃哥哥身边 就因为你出现了 他就不要我 既然我失去了一切 我也要夺走你们最珍贵的一切 叶清清 你想我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不论是钱还是权利 只要你别伤害我的信息 我什么都不要 叶锦铃 我这么好的女人在你面前 你不好好珍惜 为了喜欢沈儿然这个烂货 甚至他有和别人的小爷 找你也不在意 好啊 你们喜欢恩爱是吧 我现在需要你们废掉对方的双手双脚 我就放了这个小爷 种 哈哈哈哈 李清清 劝你不要太过分 好 我答应你 阿卡 开始吧 让我看看这对敝人 是怎么自身残杀的 二人你疯了 来吧 快点 心急的没比我更重要 为什么 我不能打你 别报价了 再莫及我就引爆炸弹 锦铃你这是干什么 快让 我来报复这些 进去了 我求求你们放过的铁儿啊 姐 哈哈哈哈 没想到吗 不可一世的业主 这人会为了一个业主 跪下来他妈的求我 哈哈哈哈 啊 哈哈哈 小开 小开 谢谢妹妹 我要你再看过来 你 我来一下子的吧 喜剧 谢谢二人 哎 啊 啊 現在醫院血固告急 有沒有二H陰性歐型血 我是 哎 哎 希希怎麼樣了 醫院已經釣用了附近醫院的血庫 希希僅脫離生命危險啊哎 景麗啊 你剛才不是去獻血了嗎 怎麼還釣用別的血庫的血呀 媽 我也不知道 醫生說什麼 直系親屬之間不能限息 什什什麼意思 哎那有什麼意思呀 啥子不是做DNA呀 老爺你給我解釋一下 什麼意思啊 意思就是呀 哇 是希希的 琴奶奶 哈哈哈哈 哎呀 哈哈 葉建一 一個王八蛋 你趕快把老子給放了 軟燈老子撤起來 老子弄 哥 這次我真的知道錯 五十萬金金 碎了他 事成之後給你一百萬 一千萬 葉總 我我交代 我全都交代了 都是他已經出現了他支持我的 都是他都是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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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錦麗哥哥 這其中一定有什麼誤會 這個鹿伊有可能是被剪輯過的 我 找人把他们手和脚都给我废了 哥 我可是你的妹妹 你忍心这么做吗 当初你伤害阿然的时候 你有想过我死的哥 哥 先走 妈妈你发现小西西想跟你一起玩 妈妈多是西西贪玩 要是西西不是姐 那个玩我话 西西就不会被绑架了 对不起妈妈 西西啊不要怪自己 只要西西能够平平安安的 等妈妈醒来看到西西这个样子 妈妈肯定会很开心的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啦 只要西西能够乖乖的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妈妈 很快就会醒过来的 我现在就吃吃饭 吃好多好多饭 你是我爸爸对不对 外婆说你是我亲爸爸 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和妈妈呢 因为爸爸迷路了 但是爸爸 现在找到了西西 和妈妈 以后 爸爸再也不会放开你们了 西西 西西 西西不要玩 阿然 阿然你怎么样了 你没有哪里不舒服 西西呢 西西怎么样了 西西你没事吧 他已经脱离了危险 找到不能病狂了 那就好 那就好 不过 还有一件事 我就知道 是不是有什么后遗症 还是有什么危险 不行我要去找他 不是不是 是 是 亲子监定报告说 我就是西西的亲生父亲 什么 啊 不对不对 西西的身份 不是个鸭 我就是那个鸭 啊不是我就是那个人 真的是你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你让我捋一下 也就是说 西西是你的亲生女儿 我 带着你的亲生女儿 闪婚嫁给了你 嗯 不行 我得出去脱口气 哎 还人 医生 放心吧病人没什么问题 啊 不过 就是怀孕了 恭喜而为 怀孕了 对 男孩女孩叫什么名字 说什么呢你 哪有为医生孩子叫什么名字的 再说了 男孩女孩有这么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 我喜欢女孩 女孩像你 傻样吧你 不过 老天带我不薄 让你醒了 还让我当了爸爸 但是我有办法知道是男儿还是女孩 你怎么知道 你们家力气大 不是指遗传女孩吧 嗯 是女孩 你出生后我们一起保护妈妈 哎呀 安然啊 阿姨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 你家为我们叶家贴了两个大宝贝 你放心啊阿姨啊很亏做饭的到时候保证把你们养的白白胖胖的 哎 妈呀 我女儿还要保持身材呢 干嘛养那么胖 妈妈这么做 爹指的孕妇才不用担心的啊 啊 就你会做呀 我也会做的 哎呀 哎 你们俩你醒了 我的老婆呢 我自己可以照 嗯 就不麻妈妈退行 哎 本来说要办婚礼的 现在安然怀孕了 也只能往后拖一拖了 谁说的 爸爸太笨了 都说了 走到那里等新娘太太女士才行啊 你堂堂的夜市总裁 这点步骤都能出错 我看到时候婚礼现场 会有多少人笑你 除了你们母女啊 谁会笑话我 嗯 我都说了 等我把孩子生下来之后 再完婚礼也不迟 你看我现在大了 爸爸小孩子不能看 叶景黎 孩子还在这呢 生完我们可以再办一次了 我就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你是我叶景黎的女人 也是我两个孩子的妈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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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建立 老娘再也不生孩子了 相信你自己生 老婆对不起 又咱再也不生了 哎呦 你看看你儿子啊 怎么一点抽气 哎 你还好意思说呀 他不是你女婿啊 姑息也懂洗头千斤七斤六两 太好了太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哎医生 你是黑眼圈是这么回事 刚才你进去的时候 也没看见有啊 还还不是因为你家孩子力气太大了 我们值班师医生都被打了一拳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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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乖 妈妈陪姐姐睡觉了 爸爸也陪你 来咱们喝奶奶 来 老公没事吧 啊没事你快睡吧 哎 宝宝乖 咱们喝完奶奶啊 去就可以找妈妈了 来来来 啊 老婆 女儿打我 老婆 老婆 老婆